大家好,欢迎来到Estings 那今天视频呢,我要跟大家做一下Violaboss眼影盘的示范 那这个盘眼影盘呢,在Sephora的店里面是没有办法买到的 所以我是在网上盲选的 那这盘眼影盘的颜色叫Top Notch 里面的颜色呢,是偏大地色,土灰黄的 是偏冷的色调的一个颜色盘 那我觉得最近橘红色,红色,粉色是非常流行的颜色 但我觉得大地色还是永久不败的一个经典色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收藏的一盘 经过今天的示范呢,我有三个眼妆 我觉得这盘还是能够体现出比较日常或者特殊场合的眼妆的 我非常喜欢里面Matte的颜色 很适合做打底Transition水 如果你有别的比较夸张的盘的话 我觉得跟这盘搭配是非常美的 里面的亮片色呢,并不是不喜欢 但它是属于那种比较低调的亮片色 所以你希望你眼皮非常闪,非常Dramatic 这盘可能不是你,至少里面的亮片色吧 不会是你想要的那种效果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低调的颜色 我觉得非常的经典,大气,很成熟 那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的大的镜子属于鸟 所以你要出门鞋带做旅行的话 我觉得戴这盘也是基本能cover你的各种眼妆 那今天的视频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我会示范三个眼妆用这一盘,只用这一盘 然后呢我也会试在我的手臂上做一个swatch 这样你能看到它的质地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总体来讲它的显色度是属于中等吧 中等稍稍偏上 所以你对于新手或者老手来讲 我觉得会非常适合上妆 因为你可以一点点的layer上去 也能够容易做修改 那亮片部分呢粉质也是非常细的那种亮片色 我建议如果你要稍微做一种dramatic眼妆的话 还是能够打湿自己的刷子 然后再刷在眼皮上 效果会非常明显 那我觉得它这里面 唯一的缺点吧 我觉得很多颜色都非常相近 比如说这个exclusive跟first class 非常相近的涂色 Super one and only and upper class 它这个三种亮片色也非常的相近 Supreme MVP and high 也是一个比较相近的粉紫色的一个 同样一个色系的色 总的来讲 我是觉得这一盘是适合收藏 值得收藏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盘是很多 你现有眼影盘的好朋友 所以你可以做各种眼妆的叠加 那我们先做眼妆的示范 然后我来再做swatch 那今天的底妆呢 因为是秋冬妆 所以我要用两个粉底混在一起 达到一个效果 那我脸上已经做完保湿跟保养的动作了 这个bourgeois的呢 比较湿润 但是颜色有点偏深 对我现在肤色来讲 所以要混合一个偏干偏雅光的vishing的foundation 然后两个粉在一起 遮瑕膏还是用nars的 我的色号是custard 然后我还会用chemic的遮瑕膏来遮 比较深的这个痘印痘疤 明白的部分还是用nicks的 eyebrow cake powder 接下来呢 我会拿一把大刷子 在眼影盘里面找一个非常淡的transition shade 那今天我想用这个elite 大家可以看其实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淡的 所以其实就是做一个眼部的打底 接下来呢 我要混两个颜色 因为我的第一个眼妆呢是比较暖的 所以我要选这个beast跟royal两个颜色混在一起 然后刷在眼折以上的这个大的部位 然后刷在眼折以上的这个大的部位 然后刷在下面下面下一点点 所以可以造成一个渐变的这个效果 然后用鱼粉一点点带到下眼睫 最后呢我要用我的手指 就是占取这个VIP的金色的那种亮片色 上在我的眼瞼的前半部 是一个非常低调的闪片色 最后呢 最后用一支大的很干净的刷子 把鱼粉 或者界限很明显的部分 再做一下整理 如果你觉得还是不是很干净的话 可以再拿这个任何的concealer 来做一下清理 最后呢 最后呢就画一点眼线在眼尾 加上睫毛膏就可以了 这样眼妆就完成了 大家看它这个颜色就是一种非常大地 土灰色的颜色 然后但是淡着一点金调暖调 所以还是非常日常使用的 适合秋冬的妆 那腮红的部分呢 我今天就会用同样一个颜色 这样大家可以对比所有的眼妆 在同样一个腮红上起到的眼妆 我用的是Ciade的Date Night 是我非常喜欢那个玫瑰金的颜色 上面又带一点点的金粉 非常 subtle 但我今天highlight的部分呢 是用的Dior的001 我觉得秋冬时候上点highlight 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天气本来就暗 然后加拿到非常冷 所以脸上经常会使用 雅光的颜色来配合秋冬 那么带一点点的自然的光子 会使你的肌肤状况 显得更好 口红的部分呢 我会选这个Bear Minimals 它出的一个液体唇膏 那我这里面有好几个颜色 今天我会选的是Icon 应该是叫Icon吧 这是一种土灰色的颜色 所以就是非常适合这个 跟我的眼力很相近耶 这样就是我第一个眼妆 这样就是我第一个眼妆 接下来呢我们要上第二个眼妆 我打算呢 因为里面还是有一个比较粉的颜色 偏紫偏粉的 所以第二个呢 我打算上个红红金金的眼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眼影盘 所以等于说是差不多 first impression吧 然后一样找一个干净的大的刷子 找一个transition shade 那我打算这次混这个topnotch跟besttest 怎么样 topnotch跟besttest 这个颜色很漂亮耶 是那种橘色的 这样可以制造一种深邃的眼窝的感觉 因为亚洲人毕竟眼窝比较浅嘛 所以这个稍深的颜色贴近肤色颜色 可以给人一种错觉感觉的眼窝 非常深 接下来呢 用一种非常密的紧实的小刷子 呃 占据一点 supreme吧 占据一点supreme 这个颜色比我想象的深耶 而且不红 不知道为什么 supreme跟我想象的颜色非常不一样 看起来是很红的嘛 但是上眼镜以后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来 就是被一种深紫色的 接近灰的那种紫色 呃 所以达到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红的眼妆 所以我得想一个办法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high这个颜色吧 呃 感觉比较粉一些 然后叠加在supreme上 哦这个会带一点 好 其实这盘还是比较冷色调的 虽然说看起来有一种红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但是它一定是这种属于冷色调的眼影盘 比较酷的眼影盘 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我的第二个眼妆能不能成功 我想象的当中因为这个high mvp and supreme 它们都是一片红的颜色 那现在感觉它们上眼妆的感觉都是比较冷跟酷的 那是不错 我会与它 那两片色呢我们就选这个mvp好了 一样用这个手指 mvp很漂亮是那种 嗯 carper 铜的颜色是铜金色 铜红色的 如果从家里有一盘比较红的眼影盘的话 我觉得搭这个mvp supreme 还是会比较好看那个红色的眼妆 但是目前下来我觉得跟第一个眼妆还是比较相近的 就是土灰土灰的偏冷色调的脸 不同的是呢我会把眼线往下拉一点 因为这个是比较偏粉的 稍稍跟女性化的眼影 所以我打算造成一种无辜感 也跟上一个眼妆做个区分 也有一点无辜感 为了加重一点这种少女的羞涩的粉色的话 我会蘸一点点这个supreme跟mvp合在一起 画在一点点下眼尖上 有没有有一点遥相呼应的感觉了吧 唇膏呢还是一样选的bareminimals叫weekend 因为这个weekend有点带橘 所以我打算混一个这个gloss叫做cosmic 这样第二个眼妆就好了 好终于游戏完装了 然后move on to the third makeup 第三个呢我想制造一个更酷炫的更冷色调的 看起来是这个颜色盘的特色的一种眼妆 那我打算用这个top world class ace and prime 主要是这四个颜色 还是一样来做打底 打底呢咱们用这个top跟这个royal两个混在一起 哇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这个top非常漂亮 是一根那种带紫的灰色 比较成熟吧 但是我觉得非常classic很经典 接下来呢还是拿这种小刷子 刷到这个world class里面 它这是一种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里面带一点点晶片的深紫色 深紫色 那现在眼妆看起来非常的脏 没关系我们可以调整 这个妆的特色就要画得非常的烟熏 然后要拿一个小刷子 这样这个prime 画在最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是我们渐变色里面最深的那个部分 感觉是在画眼线 但是我们最后是要把它晕开的 那亮片的部分呢我打算喷湿这个 我的眼影刷这样它效果出来会更明显一些 因为我发现这一盘的颜色还是属于比较低调的一种 所以亮片色的不是非常亮 喷湿你的刷子呢会增强这个亮的效果 所以我要用这个Ace 放在你眼睛最前面的部分 就会有一种金属的光泽在里面 它这个这一盘真的非常的低调 然后拿一个干净的刷子 然后拿一个干净的刷子 沾了这样第一次的颜色TOP 来做最后的整理 如果有不干净的话 用一支干净的眼影刷 沾这个LIT 来打亮我的眉骨的部分 因为你的眼睛非常烟熏嘛 所以你要做出那种对比 所以打亮就非常重要 那上眼皮的部分是够烟熏了 下眼皮呢我们来再做一下加深 还是占这个World Class 超超大点的刷子 占这个Numero Uno Numero Uno 然后呢我还是嫌这个眼皮的部分不够亮 所以打算蘸一点点这个Upper Crest 点在眼皮的中央 眼睛之鼻 这个眼妆呢比较的Dramatic 所以我家的眼线也会稍稍的粗重一点 用的还是这个Tartarist 眼线膏 眼线画完了 我还是会用这个Dior的highlighter 来加强这个眉骨的部分 因为你上这个眼妆出席的场合 可能也会是比较灯光暗的场合吧 所以我觉得脸上的高光一定要打得非常的足 口红的部分我用的是Bite这个非常小的set 颜色呢也是叫 颜色叫做Brace 是一种就是非常深的深红色 那我会拿一支这个唇膏鼻 第三个妆就完成了 那我觉得这个正红色的口红呢 真的能够跟非常烟熏的深灰色的那个烟熏妆做搭配 非常经典 谢谢大家 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你还请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次视频的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outfit 有没有很可爱 可爱应该是 可爱应该不是我的形容词吧 但是我觉得这一套非常的classic 这是高领的 然后戴上随便你自己有的那种长短不易的链子来做搭配 然后这是一件高腰的过膝裙 是一种泥料的 然后呢再穿一个短靴 就非常的classic 这一身应该都是Zara的吧 除了这个鞋子是GAP的以外 有没有很惊讶 GAP只要也有张高的鞋子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我觉得上妆卸妆这件事情都非常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也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对我有什么建议的话 或好的意见 请在我的comment处留言 那我所有的产品信息 我会列在我的info box里面 Have a nice day